先添加一个新的页面 放在pages,posts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create.js 这个页面可以去提交发布新的内容 里面用一个page方法先去注册一个页面 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参数 页面的试图文件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呢是create.wxml 再打开app.json 在pages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的页面路径 位置就是pages,posts下面的create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小程序的首页 在小程序的tabbar里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新的项目 然后修改一下这个标签上面的文字 创作 页面的路径是pages,posts,create 标签上面显示的小足标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ssicons下面的add.png 激活说呢下面的标签的小足标 可以用一下addactive.p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